北京冬奥村为了方便各国选手在当地消费购物 特别设置了这台自动兑换机 除了南瓜美元欧元等18种外币选项 更特别的是还能够兑换具有数位人民币功能的卡片 周边的便利超商 咖啡店等都能适用消费 能够比较好的解决短期来华人士的支付的难题和痛点 数字人民币作为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一个最新成果 所谓的数位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数位货币 它在使用上等同于现金 价值与实体人民币相同 只要透过APP使用NFC 就算没有网络也能完成支付 中国藉由举办冬奥顺势宣传推广 判加速它的商业化进程 下一步 我们将更多场景来使用数字人民币 建设具有智慧金融服务优势的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除了像是卡片等印钱包的设计 数位人民币试点版的APP也已上架 方便民众流通使用 中国力推数位人民币 外界多把原因指向是中国为了逐步降低对美金的依赖 但考量数位人民币的使用者金流恐落入当局监控的圈套 中国已有的负面形象是否会妨碍计划推行 仍有待观察 中央社综合报道